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结婚那么多年是不是一直不知道这个秘密 我不知道 我很喜欢国文 等一下 我先讲一下你是满分对不对 可是我是这个节目的学姐 所以 学姐妳好 她知道我们出题目的一些妹妹 陷阱等等的 可是我说实在的 今天我们听到这种联考满分的时候 我们都会很兴奋 对 因为我们就是要等着看 看我出球吗 两位今天到底谁比较好 待会我们就会有考试 会有三回合的考试 可是我们今天要去哪里找字呢 我知道你们两位 都就是有爬山 带着孩子登山见走的习惯 其实我是比较惊讶 因为我知道现在其实有很多爸爸妈妈 他到了假日也很想要休息 对 可能就会iPad啊 拿switch电动啊 喂孩子 对 电脑啊电视 不一定会带着孩子一起去见走 你们有一些见走的推荐路线吗 其实我们一开始都是走 就是家里附近的 对 像我们比较常去的就是 土城的那个叫什么 土城的成天路那边上去 可以上到成天蚕寺那边 对 成天蚕寺那边 因为那边会有铜花季 然后也会有萤火重启 然后那边步道的修缮 其实蛮完整的 对 像好走 所以小朋友走的话其实也很清楚 算好走 对 安全 我自己是带小孩去过天母古道 那前面是先走阶梯 还蛮长一段阶梯的 然后再来就会是比较平缓的波道 然后他还会在沿途会有告示说 这边会有猕猴出没要小心 小孩很期待可以看到猴子 所以他边走步道的时候 是 有没有 就会一开始就开始有点期待 然后再又有点害怕 还蛮有趣的那个叫水管路 因为在阶梯的那一段可以看到 从日记时代流下来的大水管 我们是不是也去爬过那个柴山 柴山 高雄的柴山 真的很多是不是 很多猴子 而且你会看到猴王 带着一群猴子这样 柴柴柴这样 柴山的猴子多到真的是很粗 是 对不对 而且我陪你一起爬山这样 所以我们自己的食物都要藏 因为他们就是要锁定你的食物 没错 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 就是要带大家一起来见走 必须到哪一个步道呢 我们就要请马丁 彩姨 带我们一起去走走了 淡兰古道为清代台北到宜兰的主要交通道路 是台湾的历史古道 200多年前因为大量移民开墾 发展出北路 中路 南路三条古道 主要用于载送茶叶和民生用品等货物 这时间也是台湾民众由南往东北发展的阶段 之后因铁路的发展 淡兰古道逐渐失去作用而荒废没落 幸好由千里步道协会 与新北市观光旅游局合作下 淡兰古道北路已逐步修竹 这次我们就一起探索古道的生态和原有的样貌 老师 这个古道看起来很原始 我们现在这里是淡兰古道的哪一部分 这里就是淡兰古道的奔山坑古道 很重要的一个手作步道 奔山坑是从哪里到哪里 从我们现在这边的太平 那可以走到对岸的这个干脚城 也就是现在的长远里 老师 我很好奇这个古道已经多久了 至少有五六十年的时间 但还算是最年轻的古道 在淡兰古道来讲 那最老的古道是哪一个 在我们的北路上面的参观寮古道 这些都有一两百年的时间 你们看 这个就是手作步道 林老师 什么是手作步道 你们来看看这张照片 你看到这边 原来大家在水里面在做这个步道 以前大家都走这条路很不方便 好 那我们后来这个手作步道 就在旁边把这个步道把它开出来 而且是就地取材 就会变成把人走的路走出来了 老师所说的手作步道 乃是遵循古老功法修整道路 就地选取如石头或木材 替代钢筋水泥 以手工施作 让步道自然的融入环境中 而原生的植物 昆种也能在步道的细缝中生存 这种工法让人为开发与自然共生 进而保持了山林的原始风貌 老师 我们这样子一沿路 看到很多植物 而且都好特别 这种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双扇绝 当然古道上最重要的一个辨识系统 就是用这个双扇绝 来作为这个路径的路标 它这个已经是从2到4亿年前 就已经生活在这个地球上 所以是从侏罗事时期 就已经在地球上发生 在我们的淡然古道 北路 中路都可以看得到 像西班牙有圣地亚克直路 然后大家都是用走路的方式旅游 然后看看周边的大自然跟风景 台湾就有淡然古道 我相信这样子沿着路走一走 一定可以了解很多故事 我们今天来到这个淡然古道 就是要来研究淡这个字 好 换你考我是不是 淡这个字我们通常就是用在 淡水 冷淡 清淡 用法很多 但这个字要怎么分析呢 这个我们就要教给我们苏老师 所以你看看 淡然古道在经过修复之后 现在可是很多人 必去朝圣的古道之一 我们也来看一张地图 来看看到底有多大 真的很难走完 包括了红色也就是刚刚 我们外景主持人他们走的淡然 虽然他们走北路 但是有绿色这边也有到中路 所以你看还可以贯穿到哪里 外澳 对不对 所以呢 再来还有南路这边到头城了 你们有听过或去过吗 淡然古道 我现在才知道我们有去过 石定的那个老街附近 所以我们走的应该是南边的那个道 对 有在那个附近 好 那刚刚我们也提到了 淡然古道的淡这个字 我们外景主持人有个疑惑 他说 因为我们有讲淡水 我们是地名 是 那有时候又说这口味很清淡 好像是形容 对不对 然后但是我们也会说 你对我好冷淡 一种情绪的用字 用字 好 水字边 两个火就是炎了 对不对 为什么蛋会跟火有关系呢 把火焦熄了 所以很冷淡吗 是这样吗 谁把火焦熄了 是这样说吗 来 我们先来看烤题 来看看我们刚刚说的 有没有在烤题里呢 好 第一场战争要来 到底老公老婆谁比较厉害呢 我们来看蛋的选项有 1 蛋字表示水火焦融 有火有水 但真的是水火焦融吗 2 蛋字表示用水焦熄大火 还是其实 就像刚刚静怡姐说的 把它焦熄了 热情就没了呢 3 蛋有味道鲜美之意 但我们常常说这味道太淡了 怎么会是鲜美 最后一个 4 蛋有盐之无味之意 好像感觉比较对哟 我也不知道 请做答 我们来看看两位的答案 分别是 2 3 4跟1 4 不太一样 你们都选了4 但有颜知无味的意思 觉得可以这样来形容 赶紧看分数 来 好的 广夫选的是1 4 立青姐选的是2 3 4 到底老公比较高分还是老婆呢 一起看看正确解答4 4 所以老公75分 老婆50分 还数蛮厉害的啦 4 所以其实4 你们两个都选了是对的 其他都不该选 那你为什么呢 我们请老师来解惑 好 这个字它是一个形声字 就分析为虫水然后延伸 这个眼的话是声音的作用 跟火是其实没有什么关系的 好 那它的本音是指说味道不浓 每个味道它都不浓 那说文说什么叫蛋就薄味 薄味嘛 味道是非常薄的 那分析为虫水延伸 那当然才说什么叫蛋呢 就跟龙是相伴 龙就是味道重的 对 它相伴就是所谓的蛋嘛 那关子讲得更好 什么叫蛋呢 它是无味之中 知道什么意思吗 酸甜苦辣咸的中间 就所谓的蛋 因为它不偏甜不偏咸嘛 所以它所谓的无味之中 各种颜色 然后最平淡的 所以就无味之中 那它也说无味味之淡 本来是指各种味道的平淡 对 后来的砖指什么呢 现在就指所谓的无眼或是少眼 它跟这个咸是相反的 比我们说这个汤太淡了 就它没有那么咸嘛 对吧 然后底下这些东西都指所谓 程度的轻微 就是我们现在常见的用法 比如说可以指什么 指说你这个伙食非常的简陋 比如说粗茶淡饭 是 那这个后来引申为指说 一种清苦的生活 对 那也可以指说这个人的个性 比较简单 比较轻松 就所谓的淡薄或是闲适 那这个我们很常看到 君子这叫淡乳水 小人这叫甘乳梨 对吧 淡乳水的话才能过长久 对 甘乳梨的话你一下很容易 很容易它就淡掉了 所以我们那都提上圈子之交 淡乳水 对 然后还有所谓的不乐心 形容一个人的个性 不乐心或不乐心 比如说冷淡 对 或说淡淡的硬而一生 是 那它也可以指说这个生意比较不好 比如说淡季 淡烈或说生意清淡 对 好 然后可以指颜色浅的 不深 所以用法真的很多 是 比如说淡黄色 对 那刚才这个淡淡的优手 就指这个 程度很轻微 程度很轻微 淡淡的优手 这一种 好 然后这也可以指一种北方的方言 是 我们常常所谓扯淡 对 虾扯淡 它就是一个方言 对 指一种很无聊的 很没有意义的话 这个叫扯淡 就所谓言之无畏 比如说虾扯淡 其实要写这个淡才对 这也不是蛋的那个淡 对 虾扯淡 这讲话没有什么意思 就是你讲话没意思 所以难怪我们刚才可以选四 淡有淡之无畏的意思 因为我们刚才没有想到 瞎扯淡这件事情 对 我们都一直以为是扯淡 对 把淡给写错了 那所以咯 刚刚既然一讲 我们知道是形生字之后 你就会知道说 原来跟火是没有关系 但是我还是忍不住很好奇 如果真的要来看淡的话 想必因为淡热嘛 那就应该真的跟火有关系了 对 就不是个形生字了 那为什么火 然后变成两个火是盐 甚至我们也看过三个火 对不对 还有四个火 还有四个火 我现在真的是已经 火到就觉得看了好热的感觉 好像越多火越热的感觉 会不会是这样 还有两个火 是不是有古文字来看盐这个字呢 有 这个字也很早就有 你看甲骨文就有 就两个火 那写法都很固定 一直到我们这是琴代 那到我们现在都写了两个火 本来就只说这个火上升 火叶生疼 我们知道火一定是往上的 对 对吧 至今从二火 至今表示说这个火焰生疼 火往上升的意思 本来就所谓的火焰 火焰 意思蛮简单的 那我们现在这个眼都一般用于 所谓发眼的意思 炎热或是发眼这类的用法 对 今天都用于形容词 炎热 或是说医学上的发眼 现在是这个用法 好 这是我们现在今天眼的写法 两个火 本来是指说火描生疼 火一定是往上火 不会往下的 对 只有水才会往下 那什么叫眼 它说是火光上眼 火往上爬 那这个讲得很好 水跟火的个性是两个阶段不同 水的话一定是 水的话它会滋润一切 然后它是往下的 对 火的话它是往上升 有时候会稍微一切的 这个用的完全不同 完全好烦 对 然后可以指焚烧 这当然完全没问题 火当然是焚烧的 对吧 那上次就提到说 它说火炎昆缸 玉石聚粉 就是火它燃烧昆仑山这个地方 把玉跟水全部都烧光了 那这个就是我们后来玉石聚粉 这个成语的典故的由来 玉石聚粉 粉就是烧的意思 是 然后可以指炎热 火大就很热了 是 很热 那比如说炎热或是炎下 对 是 怎么了 就是讲到这个炎 然后又讲到炎热 我就想到刚刚那个主持人讲的 对 就是一个 就是两个火 跟三个火跟四个火 是不是都有相关联 有 就两个火我们读成炎 对 三个火就是火焰的焰 焰 四个火的话读成益 益 原来那是益 益 益就是形容火的样子 火嘛 火的样子 蛮像的 那我认为说 大家一般可以记这个 跟记三个火 四个火那个太偏僻 你记两个我记三个 三个那个就是相当火焰的焰 那个可以记 焰 好 那我们再往下看 那第四个可以形容一种 我们知道群世是非常火烫的 对 火热热的 非常火烫的 有些他就想要 就靠过去 靠过去 这个就所谓的趋远复式 是 就这样 那这个柳仲提到说 他说我观察今天大家在交朋友 怎么样 如果你是这个人很火热的话 大家就靠过去了 等到他很寒冷的话 他就离开而去 寒冷就只说他失事了 他就离开而去 只有 很少人能够跟这个 所谓的宋庆一样 就翻过来说 宋庆这个人是不管对方怎么样 他都跟他可以交好朋友 关键是这句话 一般人就是会炎而复 然后寒而泣 下面那个就是我们 比较采用的用法 就所谓发炎 像你身体烧起来一样 发炎 就是说你身体受到一些 有外的刺激之后 所引起的一些反应 比如说红肿 热痛等等的一些症状 是 比如说发炎或说肺炎 对 也是 然后它可以指南方 这个可以理解南方 反正天气热 对 南方约炎天 后来就把这个眼 当作南方的意思 这个当然比较少 但是它是可以理解的 了解 好 热 对 因为一个火 就已经够热了 两个火 超热的 刚刚也看到古文字了 火焰它整个上茂上升 热气上升 然后我们也学会三个火 念焰 对不对 对 好 那这时候炎既然学会了 就赶紧来考个炎吧 老师讲完马上要来考试了 我们来看选项油 一 趋炎复试是预防感冒 这太简单了 二 活之星是润夏 老师刚刚有说吗 三 炎夏是南方的夏天 刚刚最后一个讲的 最后一个四 炎字中有三个火 三个火念什么呢 请作答 好 来 我们来看看 两位的答案分别是 都没有 美以上皆非 但是力情选了三 炎夏是南方的夏天 对 因为刚刚老师有说 炎就是指南方 对 那我觉得 你干嘛这样笑啊 这就是我比他厉害的地方 没有 老师刚刚才说 你自己没有听清楚 老师说炎是指南方 因为南方比较热嘛 然后又加上炎夏 我就觉得那应该就是指南方的夏天 好 那广福为什么不选三 说服一下力情 因为炎呢 它单指是南方的意思 可是炎夏呢 就是炎热的夏天 所以是不是这样来解释 赶紧来看一下正确解答 好的 广福什么都没有选喔 力情节呢 她都选了一个三 到底是不是跟广福说的一样呢 我们来看看正确解答是 全部都不要选 恭喜广福一百分 所以你看看为什么 他懂老师 这个广福真的没有落入陷阱 对 因为刚刚一直听到 研究是什么 南方 然后就想到炎夏就是南方 但是却忘记了 我们经常用的 炎夏是酷热的夏天 它是一个词 所以恭喜广福一百分 太强了 谢谢 力情有一种吃之以鼻的感觉 真的 但是待会儿 有没有可能反败为胜呢 我们继续看下去 我们先来休息一下 看个小单元 待会儿再来找字 这次考试难度很高 尽管考试的成绩差强人意 但其实老师知道 大家都已经精力了 希望同学不要气馁 急剧努力 然而大家知道 差强人意这句成语的由来吗 汉官五地时外乱为患 汉兵讨伐 结结失利 当时许多将官见到这种情形 都惊慌失措 光五地看到他们这样惊慌 沉思许久 忽然想起了名将吴汉 觉得他颇有胆略 于是派人去了解吴汉的为人 不久 那人回来向光五地回报道 大司马吴汉 现在正在修理占据武器呢 光五地细心一想 觉得这个人和其他大臣不同 所以赞叹地说 蜈蚣真是差强人意 差强人意原指还能振奋人心 后来人们便用这个成语 来表示 勉强令人满意的意思 听完老师的解释 大家是不是都知道 差强人意的由来了呢 那李白这个古风提到说 他说桃里何柱开 看到吗 桃里何柱开 看可能就指开花了 这个桃就指开花的意思 这桃花的意思 我们刚刚安琪走了淡兰古道 除了能够享受沿途的风光 认识它的历史背景之外 在这边马丁跟才一 还要带给我们一样非常特别 而且美味的东西 一起来品尝 这次来到淡兰古道 老师说古道的修护 除了缅怀人文历史外 更深刻的意涵是连结古今 让农业聚落再生 柱角双溪正是在淡兰古道中继站的双溪 推广亲子部旅行 除了可以了解淡兰古道的生态 也结合了在地小农的食材 让旅客享用淡兰古道上的丘楼材 现在我们来到了淡兰古道的中继站 我们来看到这个地方有淡兰古道的石板路 大家来猜猜看哪一种是淡兰古道的石板路呢 我直接猜 我觉得是这个 我觉得它看起来比较有年纪 比较有故事 比较有历史 没错 你猜对了 这个就是淡兰古道最原始的石板路了 跟山上的淡兰古道一样的路径 这样子一路开过来的 来到了我们双溪的中继站 那我们今天来到这个淡兰古道嘛 听说这边除了观光以外 还可以体验一些跟小农结合的丘楼材 因为你看到我们淡兰古道上面 不只是有好山好水 那里面还有里山小农的好食材 那我们就想说 这些里山小农用友善耕做的方式 种了这么好的食材 我们可以把它制作美美的食物 那我们今天要做的淡兰古道特色菜是什么 我们今天要做的是 很好看又很好吃的櫻花仙桃饭团 然后做饭团之前要采一个很重要的紫苏 那我们现在就去菜园里面采吧 以前的人在淡兰古道上工作时 都会随身带着饭团充饥 而櫻花仙桃饭团 是在地艺术家改良的传统饭团 将在地生产的有机火龙果和有机米 混合成粉红色的饭团 再捏成仙桃状 配上新鲜摘彩的紫苏叶点缀期间 让饭团一药成为文创新品 做完了 好可爱 你的跟你的身高比例一样 你进去吃它 好好吃 真的很好吃 它这个米让粒粒分明的 带了一点点的果香味 然后再搭上旁边的那个紫苏很香 整个味道都提起来 而且重点就是 这些材料都是在地小农的最重的 非常健康 我们今天吃到这个櫻花仙桃饭团 我们当然要来研究一下陶这个字 陶这个字不就是指植物吗 陶这个字它有个木字边 一定跟植物有关系 但你知道吗 其实这个字还跟女生的外表有关系 像桃花面 桃花妆等等的 你这样是说 搞不好陶有更多的意思 我们就要问一下苏老师 我看到这个桃红色饭团 我整个人觉得胃口大开 会很想要带小孩子去吃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经常有时候 孩子年纪比较小的时候 你跟他说 走吧 我们去爬山 走吧 我们去 我现在都讲走步道 走步道对他来讲 比较不会压力那么大 他会觉得比较平安 然后再加上你就可以想说 爬玩就可以去吃什么 因为你知道有时候 带孩子出来徒步旅行 就是会肚子饿 所以你知道吃食物对他们来讲很重要 你们家小孩会不会也是一样 有什么样的鼓励的方法 或者是说他们其实一开始也是很排斥 那你要怎么样去说服他们 因为小朋友他念山上的小学 所以他们对这种户外的活动 他比较能接受 蛮学习的 对 所以我们带他出去玩的时候 他不是很喜欢吃东西 对我们来讲 或者是说我们爬到上面去 可以看到什么风景 或是什么漂亮的鸟 可爱的动物 他可能就会觉得我想看 好乖小孩喔 所以是在森林小学长大的 对 都市小学长大的 我们有没有食物 对不对 所以大家其实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方式 然后带着孩子 重点只要是走出户外 就可以感受到这个分多镜 享受一下 大自然 还有多看绿色你知道 对眼睛 预防近视 好不好 所以爸爸妈妈们干净把孩子拉出去 把他出去走走 好 那刚刚我们讲到了桃 红色的饭团的桃这个字 木字编加上一个照 这又要怎么解释呢 我觉得这次先让两位 我不敢再让他们乱猜 你知道吗 因为很恐怖 真的很恐怖 我们先来考 我们再来看看 一分高下 第二回合的结果会如何 好 我们直接来看看桃这个字的选项 有 1 桃可以指数 感觉好像可以耶 可是桃也是桃花啊 可以指数吗 2 桃可以指洪水泛滥 3 桃可以指生日 生日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都会吃寿桃 所以该不会有关系吧 最后一个 4 桃可以指女子熔岩 我自己是想不到什么词 但是我会觉得很像女生的腮红 是桃红色的 是不是这样呢 请作答 看看两位 动作非常迅速 这次能够一样吗 真的一样耶 都选了 1 4 桃可指数 可指女子熔岩 那就来看看分数咯 好 广夫哥跟丽琴姐 两个人非常有默契 都选了1 4 1 4 我们一起看看正确解答 是不是1 4呢 答案是1 2 3 4 两个人加在一起100分 好 全选耶 全选 全选 我刚刚看老师偷笑了一下 我就想你 所以这次两个很有默契 少选了洪水泛滥跟生日 都是不对的 可是桃哥洪水泛滥 有什么关系 对 想不出来什么关系 对 至少我们现在看不出来 对 但是会不会 老师一说 拿出引经据典的例证 就让我们心服口服了呢 对 好 我们看一下 它这个行政制分析为 崇木造生 这个比较没什么问题 是 那它本来可以指桃树 比如我们说 三个人提到说 它说你往南边走 800多里之后的话 有个地方叫旗山 这句话你看 旗木多桃里 所以桃的话可以指树木 这是没问题的 那也可以指桃树的果实 很常看到 那这个我们能看到 世纪里面提到说 说头之以桃的话 都抱之以理 你把桃子给对方 对方就是底子给你 对 这个桃是指一种果实 那还可以指什么呢 指这种形状 长得跟桃一样的果实 或是食物 比如说胡桃 核桃 或是瘦桃 是 那因为有瘦桃 所以后来就有一个 是叫做所谓的桃山 它就指生日的代称 桃山 这个桃的话是指这个瘦桃 桃山的话是一种酒气 喝酒的那个气 叫桃山 桃山就是一种生日的代称 所以它跟生日 也是有点相关的 了解 然后再来可以指桃花 就是桃的话 除了指桃树 桃的果实 还有指开花的桃花 都可以的 那李白这个古蓬提到说 他说桃里何处开 看到吗 桃里何处开 可能就指开花了 这个桃就指开花的意思 这桃花的意思 桃里何处开 齿花非果春 齿花就指桃花 可以指这个桃的花朵 是 然后可以指桃花色 一般的话 这个一般是形容女生 形容女生的容颜 比如我们说桃栽 我说以前我们读过的 人变桃花红 女生桃花红 对 那什么叫桃栽呢 是形容这个女子的 粉红色的这个脸颊 叫所谓的桃栽 桃栽 那老师我有一个问题 那现在我们常常有讲到 叫做桃色纠纷 对 这个是什么 就跟这个有关 因为桃色桃的话可以指女生 那桃色线一般都跟女生有关 对 当然希望我们都不要碰到 是 是 好 然后这个地方很有意思 就是为什么它跟洪水有关 对 为什么 桃花开的时例的话 然后刚好是种春 叫春春农历二月 对 当时是所谓的冰盘水基 就冰农结了 水它就积水了 是 那它就会造成这个河水 它就暴涨了 所以当时有个 有所谓春训 春训它又叫做桃花训 是 桃花是指说桃花开的时间 是农历二月 是这样子 是这个概念 对 那我们看一个逸征 真的是有这个说法 你看儿女英雄中提到说 她说高原下游工段 经过前任的这个河园 经过它整修之后 它就整修非常好了 那历经桃训 都不会有任何的担忧 桃训看到吗 就是农历二月 所以桃训的话 它就 这个水灾都跟这个桃花 是有关的 是 只它开花的那个时间 是这个道理 所以可止洪水泛滥 是没有问题的 对不对 刚刚我们不敢选的洪水泛滥 原来有这样的 我只知道有夏训 不知道有春训 有春训 有春训 所以是有的 然后再来可止生日 也是没有问题的 对不对 那既然刚刚我们讲了桃花的桃 跟照有关系 是照生 对不对 那我们也想要认识一下 照这个字 因为我们现在知道 它是个单位 一照两照 对不对 是 古人是非常相信 像说天象 对不对 或者是预照 所以到底古代的照 又是什么用法呢 仔细听 待会就是复习考 对 照这个字一并解释 对 这个照这种概念就是说 我们会有这个用法呢 我们看这个演变 大家知道古人 是用脚骨来占卜 对 那占卜是怎么占卜的呢 第一个它先在脚骨上面 它进行钻找 因为本来这个骨头很硬 它要先把它钻找出 一些痕迹出来之后 它这样才会有一个 第二步是说它用火去烧它 第一步先钻找 第二步是你用火去烧之后 它就会出现裂痕 可以想象吗 因为那时候比较脆了 一烧之后它会出现 啵啵啵啵的声音 同时它会出现一个裂痕 那个裂痕我们就把它叫做灶 那形状长得跟骨一样 我们看一下这个图 看图比较好讲 这是古代的这个甲骨 对 然后它这个是它的正面 它的背面就是钻找 那我们在背面钻找那个地方 你用火一烧之后 它就出现这种裂痕 这种裂痕我们就把它叫做 所谓的灶 它是一种浴室集中的一种符号 所以它跟所谓浴室它是有关的 浴室 那形状长得跟补一样 所以为什么叫占补 也跟这个有关 占补 占补 好 那这个东西就所谓的灶 你看形状长得跟补长得很像 对 那我们看灶有几个用法 第一个是指什么呢 指说事情发生前 所显入的一种真后或是迹象 比如说预灶 急灶 或是不祥之灶 那为什么灶有这种浴室 刚才已经跟它解释过了 因为它是一种痕迹 它是占补之前的一种讯号 一种信号 然后靠我们去解读它 对 是这样的概念 然后它可以解释为浴室 这个东西符号是显示什么意思 浴室 那比我们说瑞雪照封年 就如果今年冬天下一场瑞雪的话 表示明年会有一个好的收成 浴室的意思 然后它本来是贩指任何区域 后来就专门指这个坟墓 灶可以指坟墓 本来是贩指区域 那后来用来专门指所谓的坟地或是墓地 墓地 那这以前我们读书读过 G12栏文 它说无利能改藏 中藏母于仙人之兆 就说我如果有这个改藏的话 我就一定会把你牵到仙人墓地的旁边 这个兆就指坟墓的意思 墓地 对 然后这个是我们还讲的 树木字 它是亿的万倍 比如说一兆或是十兆 对 所以你看看 照这个字呢 因为刚刚我们拿出了这个龟甲 一看 原来连补这个字也一并出现在这个龟甲上了 那既然照这个字学会了 赶紧复习考 看看刚刚谁听进去的比较多呢 好 马上来考试啦 选项有 1.照表示事件已发生 看清楚 2.照用刀科甲骨 3.照可以指洋宅 最后一个照表示事情的迹象 完全是送分题 快点作答 是 好 这一题应该没有什么悬念了 对不对 赶紧来看两位答案分别是 4跟1 你已经选了一个1 表示世界已发生 来我们让广胡 怎么了 我可以 不是 选了就选了 不要再 不是 你不要在那边 我没看清楚 少看了一个字是不是 对啊 我们是比较复习考一般不能改 但如果这时候广胡觉得 你同意的话 你这件事情贴错已经发生了 已经发生了 不是诈是不是 已发生的事实无法改变 公平起见 不能改变游戏规则 赶紧来看一下答案 好的 广胡哥选了4 立琴姐 很想拿掉1 但是她选了14 我们一起看看正确解答是 答案就是4 恭喜广胡哥100分 立琴姐去食物猜点啦 立琴姐这一次其实算是 眼睛刚好看到那个 把意当作胃 对 就听起来很顺 然后就贴上去 是 但是你知道她一念完 一转过来她发生 不太对 对 就有吓到 但没关系她至少真的知道 是没有发生 预照 征照 就会很好记 所以没有关系 我们还会有第三回合的竞争呢 赶紧先让两位休息 喘个气一下 看个小单元 待会儿继续来找资 你好 我是蓬佩文 我是崇泰国来的 我在路上听到大家都喊冻蒜 到底冻蒜是什么意思呢 说到这个冻蒜的问题啊 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记得在好几年前的某一天 我跟朋友啊正在喝咖啡 就是这个冻蒜 让我的咖啡从鼻子喷了出来 事情是这个样子的 在林桌呢 她做了两个我不认识的外国人 有一个女孩子她刚刚在学华语 学了不久 另外呢有一个帅哥 感觉上已经学了好一阵子 好像学得不错 因为当时是要选举了 女孩子就拿着报纸问说 什么是冻蒜 为什么要送冻蒜给候选人呢 这位男孩子她想了想 她说 上次老师在文化课的时候 有说到翠玉白菜 这个白菜呢叫做菜头 是有好彩头好运的意思 这是for lucky 这个冻蒜也是一样 在台湾呢 大家会送冷冻的蒜头 送给候选人 送给这个要选总统的人 希望他能够选上 这叫做bracing Do you know 我们以前的人呢 有人拿蒜头garlic 来赶走吸血鬼 所以garlic是一个好东西 台湾人拿frozen garlic当礼物 下次呢我要选班长的时候呢 你要送我一个冻蒜 这个时候呢 就听到了这个女孩子说 哎呀Peter你好厉害啊 我会送你很多个冻蒜 这个我听得真是哭笑不得呀 其实这个冻蒜 不是冷冻的蒜头 在台湾我们也不会 送冷冻的蒜头给候选人 候选人意思就是来参加选举等候 等待大家来投票给他选他的那个人 那个人叫做候选人 所以送冷冻的蒜头 当然它也不是中华文化 或者是它也不是台湾文化 对于候选人的bracing 我们也不会送他冷冻的蒜头 那为什么叫冻蒜呢 那是一种方言跟国语互用时的基因方式 简单的讲啊 在华语中的当选 在台湾闽南语方言 它的发音念作冻蒜 声音听起来啊 刚好跟华语中直接对应的字 可以找这个冻跟蒜 所以就用冷冻的冻跟蒜头的蒜拼起来 来标示 当选的闽南语方言语音 就是这么来的 另外还有我们说的拍谢 像这个 那其实就是闽南语说的 对不起啦 拍謝 它用的汉语的拍谢这两个字 像忘来 那其实闽南语就叫做翁来 就是在讲凤梨 它叫翁来 还有呢 像加蛋 这个最有趣了 像我们在这儿等 这个加蛋 但是呢 它用了国语的加跟蛋合在一起 当然我们现在常常说的奥克 奥克也是这个样子 都是方言跟国语互用时的基因方式 演变来的词 经过老师的讲解 这下我们都可以清楚知道 方言跟国语互用基因词的真正意思了吧 比如像我们现在铅笔有里面 一般带两个东西 立可白 或是立可带 还有这个一般的笔 对 为什么带立可带 因为你写错字 它以前是立可带 对 它相当于立可带的功能 透过老师的带领 我们一起走了淡兰古道 也品尝了火龙果饭团 接下来还有什么有趣的事情 等着我们呢 离开双溪 我们来到位于淡兰北路的基姆岭 基姆岭在淡兰古道还未荒废时 沿岸种植水梯田 人口曾经高达一千多人 如今却只剩下六十位 小学院大哥应不舍家里的土地荒废 在淡兰古道修复时 他也决定恢复过去的地景 开始富裕水梯田 这样放眼望去都是水梯田 那大哥为什么基姆岭 这边要用水梯田呢 基姆岭因为它是一个山坡地 自古230年来都是种水稻 所以它是一街一街的水梯田 那富裕水梯田有困难吗 富裕水梯田很困难 因为我们已经修根30年了 大概苹果七十八年就荒掉了 然后第一步我们要把树锯掉 然后做田梗 然后再来把土松掉 然后再放水打泥浆 然后最后像要插秧 就像我们刚才做的 我们要把槽除掉 那因为我们这个是梯田 所以我们都是用手工 纯手工的 那做起来就会蛮劣的 这些程序感觉很复杂 那这些事情都是你一个人做吗 大哥 刚开始要富裕水梯田的时候 其实我家里人都反对 包括我爷爷我妈妈 还有我叔叔 他们都反对 他们就想说 都已经放掉30年了 怎么可能再把它富裕起来 我就想说 那我们就把一点一滴把它做起来 像以前祖先200多年的 那个开墾的方式 用手工把它开墾起来 为了找回阿爸采过的土地温度 小大哥拼着一股傻劲 坚持有机耕种 富裕后的水梯田 不只恢复原有的地景 也兼具蓄水的功能 此外 他还以古早的笔筒樹模板 制作出童年时经常吃到的点心和鸡柜 这个就是笔筒樹做出来的模板 对啊 这个就是笔筒樹砍下来做起来的模板 因为我们祖先居住在吉姆林 刚好是淡连古道的中继站 所以就使用淡连古道的沿路 也有很多笔筒樹 所以我们就拿笔筒樹来做模板 它是一个循环经济可以再利用 哇 好环保喔 很聪明耶 对啊 而且它就是一面这样粗粗的 可以这样使用 韩基柜制作方式很简单 用笔筒樹的模板 抹好番薯泥 再压成饼放入油煎 大约三分钟韩基柜就完成了 煎好了 看起来好好吃 看起来好好吃 对喔 我们煎得真好吃 真的啊 因为外面都脆脆的 然后里面就软软的 然后地瓜味啊 真的没有想到 这么天然的东西 就可以做出来这么好吃的东西 说真的啊 这一趟的淡连古道啊 除了了解手作布道之外 还能更了解古道的生活 对啊 我觉得大家有机会 一定要来这边走走 来了解更多台湾的历史 对啊 而且我没有想到 可以用笔筒樹来做成一个模板 说到笔啊 笔这个字你了解吗 笔这个字 应该就只是写字的笔吧 还有别的意思吗 更多的意思呢 我们就是要问苏老师 我没有想到有笔筒樹 更没有想到笔筒樹 可以拿来做这个模拟的工具 对啊 感觉蛮天然的 对 好想去找笔筒樹来模拟 对啊 就觉得好像还蛮健康 因为有认证过是无毒的 对不对 所以就很想要来试试看 那刚刚我们看到了笔筒 对不对 让我们非常的惊讶 这个笔筒樹的笔 又是怎么解释呢 上面有个竹没有问题 下面怎么念呢 玉 玉 我们把这个回合先放在复习考 先来听老师来说 因为我们平常除了说铅笔啦 笔直 但是为什么会是玉呢 过去好像曾经有说过玉里面藏了什么呢 我们赶紧从古文字来看一看笔这个字 好 首先我们想要问大家一个问题 就大家认为说毛笔是谁发明的 以前我们读书都说是蒙田发明的 对 没有同意是秦超人嘛 其实在看毛完全是不对的 那是对 完全不对的 我们看这个是甲骨文的 就是这个字的写法 一开始是没有这个笔 本来就这个字而已 那这是一只手 看得出来吗 一只手 然后拿着一个笔 这个笔就是毛笔 以上个代表毛笔的意思 所以毛笔的发明 商朝就有了 完全没问题 你看这个字看得非常清楚 手拿着这个毛笔 对 然后到春秋的时候 这个手就放进来 这一样是一只手 然后这是毛笔 是 那后来拉平就变成 我们现在写的这个字 这个字跟玉就长得很像 对 所以玉的本意习就是毛笔的意思 就是毛笔 毛笔的意思 那我们看 甲骨这个玉这个字的 表示说手持毛笔自己 那所以这个毛笔的发明的话 是商代就已经有了 绝对没有任何问题 那因为这个字一般被甲骨 所谓一些虚识 发育识 对吧 那怎么办呢 本来这个笔 本来这个笔怎么办 我们就给它加个竹字旁 因为以前那笔感 是用竹子做的 我们就给它加个竹字旁 造出这个字 来表示笔的意思 那就是我们今天的用法 加竹旁造出这个笔 来表示它的本意 你看 这是我们看 一般甲骨 大家一般认为是用刀科的 其实并不是全部都这样 像这个字就是用 用朱砂笔 用毛笔所写 看得非常清楚 如果是刀科的话 它是很细的 而且它是非常方直的 这个笔画是很粗 而且你看这个这么弯曲 一看就是用毛笔写出来的 所以毛笔的发明的话 是商代就有的 不是什么蒙田 这个要特别注意一下 好 那有个词叫做刀笔 我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 什么叫刀笔呢 这个笔的话就是毛笔 这个刀就是书刀 为什么会带书刀呢 你看 比如像我们现在铅笔有里面 一般带两个东西 立可白或是立可袋 还有这个一般的笔 为什么会带立可袋 因为你写错字 它以前是立可袋 对 它相当于立可袋的功能 就是以前写毛笔 写在竹简上面 那写错怎么办 就用刀子把它削掉 把它删掉 那就是我们写所谓删除的删 好有画面 删除的删 测的话是竹简 那左边是一个刀 用刀把它删掉 就这个概念 所以有个词叫刀笔 就指什么字 你随身携带这种书写工具 是 有毛笔 然后有立可白 就这样的一种概念 原来如此 那我们看一下 现在笔就这个用法 这个竹简是后来 才加上去的 那它的用法其实很简单 这我们都很清楚 第一个是指一种工具 写字画图的工具 比如说毛笔 钢笔 蜡笔 所以才笔 对 然后它可以指一种写文章的技巧 对 很常有的 文笔 伏笔 拜笔 竟然是笔 然后可以指一种笔顺 笔顺或笔画 比如说齐笔 笔顺或是走笔字 是 那像我们常说的什么 妙笔生花 梦笔生花 可以这么用吗 两个都可以 两个意思是一样的 这个笔是文笔的意思 就是文笔 文笔 然后再来它可以指赏文 好像大家比较不晓得 不知道 笔的话可以指赏文 它跟鸭韵的这个文 两个是相对 我们说文笔 文笔 文的话就指鸭韵的韵文 那笔的话就指没有鸭韵的散文 有这样的一个分别 是 我们看这个流血的文心雕龙提到说 它说金枝苍眼有文有笔 那没有鸭韵的这个叫做笔 就只是散文 有鸭韵的这个叫做文 是 是这样子 有这样的分别 了解 然后最后的话它是个量词 我们很常用的 比如说计算书画的单位 或者说你计算韵笔的单位 比如说画极笔泼墨山水 韵笔的单位 帮我画极笔 然后可以指说这种金钱 对 款项交易的一个单位 对 比如说一笔钱 两笔奖学金 对 然后可以计算这个文字的笔画 极笔这样子 比如说这个字它有四笔 这样子 这是量词的用法 是 对啊 每次我们都是在听完之后 就发现说 对喔 还有这个用法 对 我刚才没想到 对 对不对 笔画 我们笔 一笔钱 一笔钱 对 刀笔是把竹的那个消掉 对 所以看起来似乎两位应该都已经 凶有成竹 凶有成竹 记得很清楚 没错 那就来复习考咯 好 看起来这次要200分咯 我们来看选项由 一 欲和笔本为一字吗 二 甲骨文可用毛笔书写 三 毛笔是秦朝蒙田发明的 刚刚我们看到某些东西 你记不记得 四 笔可以指闪文 一个是有押韵的 一个是没押韵的 各是什么呢 请作答 来 看一下两位的答案 广府选一二四 立琴选一四 就是二这里 甲骨文可用毛笔书写 好像不是吧 甲骨文应该是用柯的吧 对啊 最后来有道笔是这样吗 是 刚才我不知道有放一张笔 甲骨文呢 对 来 我们来看看 她没有在听啊 我们来看看正确解答 不听那个语气好不好 广府选了一二四 立琴姐选了一四 到底有没有二呢 我们一起看看正确解答 是一二四 恭喜广府哥再次一百分 这是应该有现情啊 老师拿成这么好 好 所以你看看 是可以的 好吗 所以今天再来帮大家复习一下 我们今天学了笔 是 好多用法 而且下面玉是什么 手拿毛笔 刚刚有甲骨文看过了 有 对不对 然后再来我们也讲了桃 也因为桃 我们又多认识了一个 少 玉兆会发生的 有没有 还没有发生 再来 蛋呢 蛋兰古道的蛋 都会有关系吗 有 没有 没有 对 怎么了 我整个吓到我 我想说 整个被你那个有太胸有成竹了 所以我们都吓到了 老师一个调转没有啦 因为他又是一个行生姿 对 但是言就真的跟火有关系 两个五三个火都不一样的读音 对不对 所以今天收获满满 要再次感谢苏老师 讲解非常仔细 谢谢达林小老师 今天出了考题 都有让我们的力情落入陷阱 对 谢谢这对非常可爱的夫妻档 你不让我 我不让你 来 感谢邓广福 广福哥 谢谢丽琴姐 谢谢两位 谢谢 国民和志须知我们再会 拜拜 拜拜